被傷害的射身 所產生的傷口裡面 又產生感覺 叫做壞苦緣 壞就是變化 變壞 意思就是這個傷口會變化 不是沒感覺 像我們剛才說 為什麼要有身世跟第六世 如果今天被砍頭 砍頭就死掉了 砍頭之後流血 砍頭之後我們身體的血會流 心跳會停止什麼的 砍頭之後已經 沒生命了就沒感覺 如果砍手砍腳的話 那個就會繼續的會有感覺 所以因為有第六世跟前五世 所以產生這個苦絕 叫做壞苦緣 那麼下面說什麼受苦絕呢 即同時意識所隱身的 這裡講的是隱身 就是說第1刹那身體被打 第6意識也了之 接下來被打之後這個傷口 會變化 對不對 變化之後會有感覺 所以由第6意識所隱身 受苦絕及同時意識所隱身 行苦絕及五身事 之所隱身 就是前五世 眼耳鼻舍身 五世所隱身 是以從身絕 異地絕 受行絕 之三絕 三絕旁邊寫圓 就是三絕 就是三絕 因為它前面說 古苦緣 行苦緣 壞苦緣 都是因為這三個絕 才會緣 就是第1個 深絕 是行苦緣 異地絕 是苦苦緣 受行絕 受就是第6世 行絕 就是前五世 那麼合起來 那麼這個三個絕 就是三個緣 四地生行苦苦苦壞苦 知三心故 總名為苦苦苦 所以三個苦就是說 觀三界就是苦苦苦 下面說 此於三受之中 且但曰苦受以名三苦 只是因為 我們最簡單的 這個來說 比如說我們剛才被刀杖打 那麼如果我們現在被拔牙 如果你去拔牙的話 因為有身體 對不對 拔牙才會痛 如果你身體死人 拔牙不會痛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有身世 身世有絕 所以這個叫做行苦緣 然後你第6意識 會覺得說好痛 好痛 心裡面很害怕 那麼 所以這個叫做苦苦緣 然後拔了之後 不是拔掉就好了 不是說拔掉 就 蛀牙就解決 拔掉還有傷口 傷口慢慢 發炎 慢慢消腫 吃藥 打針 神 那麼這樣子 這個叫做壞苦 所以 他意思就是說 四地 我們要這樣關 都是三苦 所以簡單說 因為有身 所以 所以就會有苦 然後再加上有意識分別 就是壞苦 好 然後呢 境界 發生 加上 我們的身心 一直在受 然後一直在變化 隨著變化的境界 也在受苦 所以叫做壞苦 對不對 假如如果 割立王 割結身體的話 菩薩呢 他第一念沒苦 第二念也沒苦 一直念念都沒有苦 如果有一種菩薩 第一念知道說身體受苦 第二念知道說 這是 分別 第三念想說這就是假象 從此不再受苦 也許有這種菩薩吧 那我們眾生就是 他一直在變化 我們一直苦 對不對 拔牙之後也一直苦 開刀之後也一直苦 感冒也是一直苦 肚子餓也一直苦 受傷也一直苦 那麼 就是苦苦壞苦 行苦 所以說 赤地 生 行苦壞苦苦苦苦 之三心 總名為苦苦苦 此於三受之中 且但曰苦受以名 三苦 簡單說以苦受 來說 依照前面說實際上 勒受也是苦 什麼叫勒受是苦 我們剛剛被打 那麼被刀割也是苦 對不對 人家讚嘆你 哇你今天長得好莊嚴 那麼我們這個 一刹那是很高興 但是呢 但是呢 那個也是 行苦壞苦苦苦 那個也是一樣 都會變化千流 那麼呢 這個都是一樣 所以 且替曰苦受與名三苦 虚苦受終 又且曰生食 名刑苦 助食 名苦苦 滅食 名壞苦 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生事 所以被打的时候 这个是生死 有生事 所以叫做辛苦 那么住食 就是我们第六一事 受苦 叫做苦苦 那么灭食 名为坏苦 就是说这个刀伤 创伤 那么在变化当中 在转变里面 我们也受苦 那么是分三十 所以曰生死明行苦 住食明苦苦 灭食明坏苦 实则三苦 骗于三十 苦苦坏苦 行苦 过去现在未来都有 一复骗于三寿 苦寿热寿 舍寿 叫做三寿 一复骗于三戒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那么这个叫做苦 这个叫做苦地 一切众生也都是苦地 下面说一切众生 见世三苦境界 不达其因 不知其缘 辗转迷乱 更起无量苦恼因缘 可悲可敏 就是说众生看到苦不知道 我们前面有说了 世作世寿 心作心寿 不是有说了吗 这里没有解释这个 这个是后面的 下面一段 第一段没有讲 没有讲世作世寿 心作心寿 那么众生不知道 那么后面第二段都会解释说 这个是世作世寿 心作心寿 那么所以这个206月 道书地上说 一切众生见世三苦境界 不达其因 不知其缘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也不知道它是为什么缘起 所以辗转迷乱 所以越来越痛苦 我们众生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逆境 为什么会有这个痛苦 为什么有这个缘起 大家辗转迷乱 大家越来越迷惑 那么乱 心就是越来越狂乱 迷就是无知 那么乱就是心烦 遇到境界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在里面烦恼 在里面分别 更起无量苦恼因缘 就是更糟 这个不知道苦是为什么产生 它是什么缘起的 前面不是跟我们讲什么缘起的吗 就是因为我们有声势 有意识 然后声势意识在念念执着 它在变化当中一直去执着它 所以我们才会苦 对不对 如果你牙齿拔完应该很快乐 蛀牙已经消失 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是苦呢 还是会觉得苦啊 所以呢 我们不知道它的因不知道它的缘 辗转迷乱 就是越来越迷惑 越来越狂乱 更起无量苦恼因缘 那么协知协见就造更多的更多这个痛苦的因缘 比如说我们看到人家杀我们我们就杀他 人家害我们我们就害他 人家毁谤我们也骂过去 那么呢 这样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因缘 但是呢 我们就造更多的因缘 那么或者是我们说 现在生病了 受苦了 那么杀生了 失众生漏了 那么这样子的更起无量的因缘 可悲可敏 所以菩萨看到众生可悲 可怜悯 故一轮入教化道三昧 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讲 这个是讲说 这个苦地 先讲 那么后面呢就是讲菩萨 他怎么样告诉众生 这个 三苦的这个苦地 这个我们下次再讲 感谢观看 请勾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程 请打开两百页 我们上次讲这个善会地 那么我们再念一遍 善会地就是二地的菩萨 因为这个有些东西比较难 所以我们再念一遍 稍微解释一下 若佛子菩提煞舵 善会体性地 精进明达一切善根 所谓慈悲喜舍会 一切功德本 就是说这个二地菩萨 他有一切的善根 慈悲喜舍跟智慧 这是一切功德本 这是一切功德本 那么下面就分三品 第一品就是观这个会 他说从观入大空会 方便到至终 见诸众生无非苦地 就是说这个慧品当中就是观四地 第一个叫做苦地 所以说见诸众生无非苦地 然后呢 皆有四心三二道 刀杖一切苦恼 缘终生世 名为苦地 为什么叫做苦地 因为一切终生都有四心 那么有八四心 然后三二道还有一切 刀杖或者是人天苦恼当中 我们会生这个受苦的事 所以叫做苦地 那么因为有事 所以有受苦 下面说三苦相者 就是说我们苦呢 一般分三种相 如者如生初觉 从刀杖生色 因二元中生觉 为行苦缘 第一种就是生世 生初觉就是说 这个我们这个生世 本来就有感觉 所以我们从这个刀杖 当然这个是指外境 比如说有刀、歌、杖、打 这个生色因二元中生觉 那么这个是外境的 如果是我们内在 我们自己有牙痛、肚子痛 那么身体的这个病痛 种种会产生觉 这个叫做为行苦缘 就是说生世的觉内 是我们行苦的缘 这是第一个 世内异地觉 其是这个意识 异地就是意识 第六意识 缘生觉所缘 得刀杖及身疮总等法 故觉为苦苦缘 重故苦苦 第二个缘就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因为它能够缘这个身体的觉 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 受到外境、刀杖 或者是受到自己的身体的病苦 那么这个缘的时候 第六意识 它能够缘取这个身世的境界 然后得刀杖及身疮总等法 然后它也能够取这个刀杖 它会去分别说外面有刀、有杖 或者是我身上长疮 因为受这个刀所伤、心疮 然后被打了肿 或者是身体的病 故为绝苦苦缘 所以这个第六意识 它是我们绝苦苦的缘 就是因为有第六意识的分别 才有这个苦苦 重故苦苦 因为这个急重、急苦恼 所以叫做苦苦 那么这是刑苦缘 就是讲前五意识 那么苦苦缘就是第六意识 然后赐受刑绝二心 受刑绝就是受苦 受苦的绝跟刑苦的绝 受苦的绝就是第六识 刑苦就是前五识 那么这两个心 原相生涩因坏仓中生苦绝 故名为坏苦缘 就是因为我们有生的这个刑苦绝 还有第六意识的这个受苦绝 然后原相相就是先前 直取先前我们这个生涩因坏仓中生苦 就是说我们前面被刀割了 被杖打了或者是生 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人割我们 我们去开刀 开刀也有这个创 这个创伤 对不对 那么这个前五识跟第六识 就是执着于之前这个身体的色因 他受到这个刀伤或者是创伤 或者是被打肿脏 而生这个苦绝 名为坏苦缘 就是说这个病在变化当中 就是坏 比如说刀伤它有变化 被打以后也有肿或有变化 比如说我们如果有的人被桌子椅子夹大 或者是撞到 一开始没感觉 后来第二天才会觉得肿脏 对不对 很疼痛 那么就是变化 叫个坏苦缘 四以三诀 四弟生三心故 因为有这个生初诀 异地觉 还有受行觉 四弟生这个行苦苦苦跟坏苦 这三种心 为苦苦苦 所以四弟三苦 行苦苦苦坏苦 那么这个叫做苦地 那么意思就是说 一切众生都是无非苦地 都是苦苦苦 一切有心众生 见四三苦 其无量苦恼因缘 故我于世中入教化道三昧 献一切设身 于六道中十种辩才说诸法门 那么前面说这个菩萨 上会地的菩萨 他知道一切众生无非是苦 然后又看到一切有心众生 见到这三种苦 见四三苦就是 行苦苦苦坏苦 那么众生遇到苦的时候 起无量苦恼因缘 就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所以更加增加这个无量的苦恼 比如说我们如果被打 那么我们就杀生报仇 对不对报复 那么更加起无量的这个苦恼 像世间人就报仇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那么这个就是一切众生 用错误的方法去消灭这个苦 这个苦要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消灭 但是众生他却起无量的苦恼因缘 故我于世中入教化道三昧 我们上次讲到这里 那么所以这个下面就是说 故我于世中 那么这个菩萨 菩萨就在这个当中 见到众生苦恼 然后又用错误的方法 所以我就于世中就是此当中 在这种因缘里面 入教化道三昧 献一切色身 于六道中十种变才说出法门 所以我这个入教化道就是义 义呢 心义呢 入于这个教化道三昧 教化众生的三昧 三昧叫做正定 正受 也就是说心心念念呢 就是要教化众生 这个叫做教化道三昧 这个是心意呢 再来呢 身能够献一切色身 于六道中 这个身能够献 献一切色身就是说 因与合身呢 得度呢就献什么身 他都可以献 献佛身乃至地狱二鬼畜身 那么其中 人道 男身 女身 比丘比丘尼身 或者是天道 修罗 龙王 这一切身他都能献 这个菩萨 那么所以叫 献一切色身于六道中 这个是身 十种变才说诸法门 然后用十种变才来说种种的法门 下面说 为苦事苦缘 刀杖缘去 苦事行生 窗种发坏 那么 那么 主要的法就是讲这个苦 苦极灭道 那么 第一个就先讲苦 因为 前面呢 众生对于苦呢 不认识 那么或者是知道世间是苦 但是没有方法 因此呢 这个菩萨呢 他就用十种变才 来说诸法门 也就是叫众生了解苦 然后又教这个众生离苦的方法 所以这里以下呢 主要就是讲 告诉众生的这个苦地 苦地就是说 这个世间的三界皆是苦 真实不虚 那么一切众生都是受苦 所以叫做地 真实不虚 那么所说的呢 说为苦事苦源 我们上次有简单讲说 依于苦事 生其苦源 那么苦事简单就是果报 什么叫做苦事 因为我们所受的身心呢 这个事呢 就是在受苦 那么所以苦事就是果报 我们有这个果报的苦事呢 然后依于苦源呢 生其苦源 就是下面说 刀杖圆具 因为外在的刀杖 还有种种的器具 不只刀杖啦 石头啦 枪啦 或者是病苦啦 那么苦事行生 创种发患 苦事呢 后面的解释说 苦事形象源于色身 叫做苦事行生 就是苦事的形象 就是苦事的见分呢 源于这个色身 因为我们有外在的刀杖 圆具呢 再加上我们自己呢 苦事呢 它攀源于这个色身 所以创种发坏 所以我们受这个刀杖的时候有创伤 那么被这个杖打会肿 然后会发这个伤 然后会坏 会变化 那么这样子呢 所以就会苦 然后内外处中或聚不聚 虚恶缘中生世 世作世寿 处世名为苦事 行恶缘故 心心缘社 心处 处脑 受凡毒食为苦苦 那么这个是坚想苦苦 就是说内外处中 前面说创种发坏 内外处中或聚不聚 内依照后面的注解就是 内就是意识 外就是生世 内在的意识也有处 外在的生世也有处 那么或聚不聚 就是有时候两个都有 有时候不聚有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会解释 然后聚恶缘中生世 恶缘就是根层 恶缘 就会生世 世作世寿 这一切都是世所作 然后世所受 那么这个我们先看后面 注解 我们看这个206页 倒数第三行 我们上次讲到这里说 一切众生 见世三苦境界 不达其因 不知其远 辗转迷乱 更起无量苦恼因缘 就是说一切众生前面说三种苦 行苦缘 苦苦缘 坏苦缘 三种缘 生三种苦 所以叫做苦苦苦 那么一切众生见到这个三苦的境界 不达其因 不知道自己的因 不知道自己的因 也不知其远 也不知道它是如何缘起 辗转迷乱 更起无量苦恼因缘 就是辗转的迷乱 辗转就是说自己来说 自己对自己的话 我们由迷入迷 叫做辗转迷乱 由乱入乱 就是辗转 或者是相对至他的 你教我错误的方法 我教你不正确的 这个手段 所以辗转迷乱 比如说我们 你也写见 那么我也写见 然后我告诉你说 应该要报仇 那么你告诉我说 要报复 那么这样辗转迷乱 会更起无量苦恼因缘 比如说我们说 我生病了 然后就杀生 食众生肉 吃脑补脑 吃骨头补骨头 那么这个就是辗转迷乱 互相的影响 所以辗转迷乱 是指自己的 是更加深一层的迷乱 或者是自他彼此的 大家互相影响 所以更起无量苦恼因缘 所以更加起无量苦恼因缘 比如说这个地藏经里面 光木女不是说 她妈妈就耗食众生肉 喜欢吃这个鱼子 当然她为什么要吃鱼子 也许她觉得说很有钙子 当然经典是没有这样想 我们现在人就是说很有钙子 对不对 还有还有其他的营养 那么这个就是更起无量苦恼因缘 更造了更多的因缘 可悲可敏 所以众生是可悲可敏 故一伦入教化道三昧 生伦普现一切赦生 口伦以食物尽便才说诸法门 所以一伦就是意 这个是讲三伦教化 这里有一伦、生伦、口伦 就是三伦 三伦的教化 所以一伦入这个教化道三昧 三昧就是正定、正受 那么教化道三昧意思就是说念念 意念当中念念就是要教化众生 如何让他们离苦 因为众生前面受苦又照苦因 所以意念当中念念想要教化众生 令众生离苦 所以叫做教化道三昧 三昧就是说念念都是在这样子的 教化众生的心念之中 然后生伦普现一切赦生 生伦可以现一切的 从佛乃至地狱的一切的赦生 全部都可以现来教化众生 看因缘需要什么样的形象来教化 都可以变现 再来207 口伦以十五境变才说诸法门 这个十五境变才 这个是华元经里面说 华元经离世间品说 菩萨有十种变才 第一种叫做于一切法 无分别变才 第一种叫无分别变才 第二种是于一切法无所作变才 第三呢于一切法无所着 直着着 无所着变才 再来于一切法了达空变才 于一切法无疑暗变才 疑就是疑惑 暗就是黑暗 无疑暗变才 再来于一切法佛加倍变才 就是能够得到佛的加倍 然后再来于一切法自觉悟变才 自己能觉悟 然后于一切法文具差别善巧变才 文具差别就是语言文具啊 种种的差别 那么有善巧的变才 再来于一切法真实说变才 最后呢 随一切众生心令欢喜变才 这是十种菩萨的变才 从最初无分别 无所着 无所着 了达空 无疑暗 佛加倍 自觉悟 自觉悟 文具差别善巧变才 真实说变才 随一切众生心令欢喜变才 那么这个叫做十种变才 前面说十种变才 于一切众生十种变才 那么再来说诸法门 说种种的法门 下面说说何等法呢 那么菩萨生口意三轮来教化 生补现一切色身 口有十种变才 义就入教化道三门 说什么法呢 为一切众生苦事为本生于苦源 就是说一切众生苦事苦源 苦事为本 苦事就是我们前面说 果报事叫做苦事 我们说我们众生造业 就受这个果报 那么这个果报 在习心论里面说 业细苦相 业细苦 就是受业细福的这种苦相当中 我们说三细六初 一念不绝生三细 敬切为原长六初 六初最后叫做业细苦相 就是因为业细细福 所以我们受苦 所以这个叫做苦事 所以苦事就是业细细福来受苦 所以一切众生的心事都是一种苦事 苦事为本生于苦源 207第二行 苦事为本生于苦源 就是因为众生受这个果报的苦事 然后生于苦源 然后生于苦源 因为呢 它是受果报嘛 所以就会有在外面的种种的逆境啊 这些葬元啊 比刀杖元聚 处于苦事形象所源之身 而疮肿发患 就是因为有苦事 所以我们遇到这个苦源的刀杖 元聚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因缘 比如被火烧 被水淹 那么被病 传染病 这个传染 等等呢 然后处于苦事形象所源之身 苦事就是说这个分别的分别心 然后形象就是旁边写见分 苦事的见分 它源于色身 所以外面的境界 它会接触到我们这个意识呢 受苦的事呢 依照后面就是第六四呢 那么形象就是见分 第六四所源取的色身 我们众生呢 我们众生呢 第六四对这个色身有一个分别我之 跟聚身我之 那么分别呢 就是后天学习 或者是学思维 那么聚身就是先天的 那么因为我们第六四先天执着 这个色身 这个形象就是见分 他先天就执着这个色身 所以色身呢 被打 被割 就会痛啊 就会痛 而疮肿发坏 那么被刀割 就有创伤 被脏打 就会肿胀 然后再来呢 发坏 就是发起 然后又变化 最后坏 当然如果痊愈也是在变化 如果坏死也是在变化 那么所以叫做发坏 那么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有苦事 缘取这个色身 下面说 虽一家内处即五根外处 或是有据不据 但令据根成二元中 身分别是 就是说 一家内处即五根外处 一家就是第六四 第六四的处 还有五根就是前五四的处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有 第六四的处 还有前五根的处 或是有据不据 有据就是据有 不据就是不据有 那么我们上次说 如果从四的升起来说 有前五四呢 一定有第六四 那么有时候有第六四 没有前五四 那么有时候有第六四 又有前五四 所以一家内处就是说 第六四的处受 苦受呢 还有五根外面的苦受 或是有据不据 如果从新四的升起来说 有的时候是 前五四五根也在受苦 第六一四 也在受苦 那么有的时候是 外面五根没有受苦 那么一家呢 自己内在在受苦 所以叫做 或是有据不据 那么这个是讲说 新的升起 那么如果另外 依照后面讲说 如果依照苦的时候 升起的时候呢 有时候 生四受到苦的时候 第六四还没有受苦 那么也有时候是 生四受苦 第六四同时也受苦 所以叫做 有据不据 有据不据 就是说 一家内处 所谓的内处就是说 第六一四所处的相分 实际上是 我们一般说 前五四落泻的影像 所以第六四所处的实际是 内在自己的相分 那么外面的境界已经消失了 那么第六四所缘的是 前程五四落泻的影像 就是一般我们在注解 第六四说 第六四分别就是前五四落泻的影像 那么它重点在于这个影像 也就是说 这一切境界都是自己的影像 影像 比如说我们眼四 我们眼四所分别 其实就是我们眼根里面的这个影像 我们并没有触到外面的境界 而是见到内心自己的影像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曾经在山上的时候 那么看那个落日 那么一直看着落日落日落日的时候 那么落日最后就入山了嘛 对不对 太阳下山了 但是呢 下山之后眼睛还有一个影像 还有一个光点 光点 那么闭起来的时候 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就看到太阳 眼睛张开 还有一个光点 那么实际上那一个 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